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在汽车市场尤其是SUV市场上 车薪越大往往越能打动消费者的心 大众图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整体上来看非常的微猛凶猛 但是在细节上又能做到看不出任何瑕疵 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购买这辆车就等于是花了很少的钱 却能买到足够的七百样面子 咱们算都不吃亏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款价格实惠 空间充裕的大型CV 既然是主导的提琴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尺寸了 新车的长度为5039毫米 快1989毫米 高1773毫米 轴距2980毫米 尺寸和奥迪Q7差不多 大壮图王的车头采用的是横拐式的设计 大当的造型也有棱油脚 对于那些喜欢大型车的人来说 这样的设计欠到好处 看上去非常的硬派 可能接着到这里 许多人觉得这不像是大壮车的风格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 大壮图王的内饰还是保留着大壮车的传统风格的 中一配置的车型 内饰运用的是银色装饰条 更适合年轻人使用 而高配车型运用的则是密文装饰 看上去比较成熟 比较适合年轻大一些的人驾驶 空间方面也绝对是可圈可点 采用2加3加2的轻购版布局 即便是7个座椅不完全隐藏 它的后备箱仍然可以装载体积可观的物品 即使汉兰达也不过如此吧 由此大家也能想象得出 它的空间大小了吧 大壮图王全系共有三种动力 分别是2.0T低功率发动机 2.0T高功率发动机 和6缸2.5T发动机 最大功率从180度买力 到299买力不等 搭配的是代号DQ500的 激素湿式双联合器变速箱箱 价格也不是非常贵 大致在30万元左右 相信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